赛斯书 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 第八六七节 1979年7月23日星期一晚上9点28分 我也有可能会感到困惑 而鲁博刚刚感受到的正是我的困惑 因为的确在某些方面我想给你们很多的资料 但我却必须对抗你们所习惯的那些思考模式 而那些模式使你们很难组合思索的种种不同成分 如往常一样 我会尽我所能地以你们熟悉的观念来解释 至少以它们开始 我了解目前流行的经验 也许会显得与这些概念中的一些相矛盾 因此请多包含 所以我将把疾病的概念与创造性的概念合在一起 因为两者是密切相连的 现在暂且记起我在过去曾做的一个比喻 把物质世界经验的景象比作画家画的景象 那可能是黑暗阴沉充满了灾难的预兆 却仍是一件艺术品 以那种说法 每个人以活生生的颜色画自画像 画的不是指以宁静姿态坐在桌旁的人 却是充满了行动潜能的 你们现在活着的人都是在人生的一般里 你们顾盼同时代的人 看他们的画像进行得如何了 而你会发现其中有各式各样的 悲剧性的自画像 英雄式的自画像 喜剧式的自画像 所有这些画像都是活生生的 而在它们互动时 形成了你们全球性 群体性的社会与政治事件 这些画像显然有一种生物上的真实性 现在以一种说法 每一个人都站入同一类的颜料里等等 那就是你们的相似性由质而出的成分 对于这种画像而言 必然容许了很大的创造余裕 每个人与每个其他人互动 而共同形成了人类心理与物质的实相 因此你们多少参与了很多画像的形成 我只是要你们把那个比喻放在脑海里 不过这些画像来自如此天生的奇迹式的创造性 以至于它们自动被创造出来 一个自动的艺术 在某些层面 人类永远在创造性地开始自己的另一种版本 但总会保持着一个大体的模式 而生物上的完整性 也会随时随地地被维护着 可是你们所认为的疾病是相当具创造性的成分 在不同的层面 并且同时在许多的层面作用 许多病毒对肉体的生存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而以你们的说法 病毒有不同的活动阶段 因此只有在某种条件下 病毒才会变成你们所认为致命的那种 最健康的身体也包含着许多所谓的致命病毒 但它们却是在你们所谓的一种不活动的形式 由你们的观点来看 它们是不活动的 因为它们未引起疾病 可是它们是有助于维持身体的整体平衡 以一种方式 在每个身体里 人类安身于一种已知的身份 但却又在许多层面上 创造性地进行细胞改变 及染色体变化的实验 因此 当然 每个身体都是独特的 那么就不同的疾病而言 有各种不同的阶段 有些疾病 藉由唤起了身体的全面防御 而真的能把身体由弱转强 在某种条件下 有些所谓的患病状态 可以保证人类的生存 这非常难以解释 以一种方式 某些患病状态 有助于保护人类的生存 不是由去除那些不健康的人 却是把一种情况 引诫给相当多的人 那种情况稳定了 其他在人体内 必须被遏制的病毒 或自然地接种了人类 以对抗一个可能的更大危险 在很多细微的层面 微观的层面 总是有一些生物实验在进行 那是一种创造性的努力 以给人类的有效行动 尽可能多的余裕 你的思想在生物性的层面上 改变了你的身体 你们的文化对人类 也有生物性的影响 我说的并不是一种 贬损性的明显关联 就像污染或什么之类的 如果你是以进化的老说法来想的话 那么我会说 你们的文化与文明 实际上改变了染色体讯息 再次的 你的思想影响你的细胞 而思想也可以改变 你们所认为的遗传因子 就像你们的想象力 在生活中的每个领域 都是那么重要 你们的想象力与疾病 也是密切相连的 你借由想象性的考虑 这样或那样的一个可能性 而形成你的存在 而你的思想也以那种方式 影响你的身体 以一种方式而言 疾病代表了生命的一种工具 因为人们已经给了疾病 社会的 经济的 心理的 及宗教的含义 因此它变成了 另一个活动 与表达的领域 我告诉过你 在微观的层面 并没有像你们自己的 那种固定的自我结构 身份的确是有的 一个细胞并不害怕 自己的死亡 它的身份 已经理所当然地 在物质实相和无形实相之间 来回旅行过太多次了 细胞 以自己生命的特性唱歌 它与其他的细胞合作 它与它所从属的身体 联盟了起来 可是以某种方式 它也去适合那个构造 人类的梦 对它的存活是非常重要的 不止因为做梦 是一种生物上的必要 而且也因为在梦里 人类是沉浸在 更深的创造层面里的 因此 那些将来所需要的行动 发明及创意 会在恰当的时间 与地点出现 以进化的老说法 我是在说 人的进化过程 也依赖着它的梦 大多数你们认为 是只属于人类的特征 都以某种程度 出现在所有其他的族类里 可是其实是 人类梦的本质 才大部分该为你们所认为的 人类的进化那是负责 你们学会以不同于 其他生物的方式做梦 我想你们会喜欢那句话 在你们的语言 还没有被具体发明出来之前 你就梦到你在说话 是因为你梦的本质 以及你梦的活动 造成了现在的你 因为否则的话 你就会发展出一种 机械式的语言 假设你能发展出一种的话 来指明 称呼 地点 并且处理最简单客观的实相 我走这里 他走那里 太阳很热 你就会有那种 对具体事实的光秃秃的描写 你就无法想象那些 还没存在的物体 也无法想象自己 身处在新奇的情况 你对季节就不会有 任何整体的画面 因为做梦教育了记忆 而加长了人注意力的长度 他加强了每日生活的学习 而对人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 光是运用知性的话 世代以来 人根本无法借由每日经验学到 好比说 一个季节是跟在另一个季节之后 因为他会太活在当下 而无法做到那点 可是在一个季节里 他梦到其他的季节 而在梦里 他看见自己散播水果的种子 就如他在日常生活里 看到风在播种一样 他的梦提醒他 一个寒季来过 而还会再来 你们大多数的发明 都是在梦里来到的 而再说一次 是你们梦的本质 使你们与其他的族内 如此不同 人类的创造性 也是你们特定的 那种梦的专门化的结果 梦等于是 一种独特的存在状态 在其中 你组合了具体实相 与无形实相的成分 它几乎像是在 两个实相之间的门槛 而你学着去在那门槛处 把你的具体意向 保持得够久 因而能以一段 短暂的注意力 由无形实相里 吸取你正需要的 创造性成分 一般而言 动物在它们的梦境里 是比较不物质取向的 它们的确会梦到 物质实相 但在时间上 却比你们的 要短暂的多 它们会把自己 沉浸在梦里 在一种我希望以后 会解释的 不同类的做梦意识里 此节结束 但我还会继续这个资料 祝你们晚安 我们已经打开了 一罐很好的 形而上的鱼罐头